星期一 不算最便宜啊 但你說這個不是最貴的 馬骨很貴 他我偷喝一口 我看到上面的標籤 這邊要75耶 馬骨偏貴 Oh my God 啊就是附近順路就是買馬骨啊 吳童後就在斜對面還要過馬路 然後再往後要走很遠才到 考考跟武士蘭 那最順路的地利之變 他的房租比較貴 所以他就是比較貴 我的天啊 我只要說 那邊買一杯飲料就要75 我們一個月 你知道嗎 你一天就75塊 我們一個月的會員 也才不過60塊而已 歡迎你可以加入 我們上班可以聽的會員 那如果你沒有加入會員的話呢 也歡迎你可以訂閱 上班可以聽的頻道 然後呢 按讚按下小鈴鐺 我覺得小鈴鐺 現在必須要按 因為好像沒有按的話 你會看不到 我們那些shorts廢片 欸 那麼精彩的東西 那麼精彩的廢物 而且現在YouTube的機制 是讓我們的廢片 它已經好像不太算是影片了 它就獨立出來叫做短片 變成我們在馬克新鄉首播之前呢 以前都會加這個短片當作預告片 那如果沒看過的話 你就會看到 但現在YouTube也不讓我加了 啊 所以這個 小鈴鐺按下去了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今天我們要來回Sing啦 今天我第一封呢 這個全白的信封 素色的信封貼個小丸子 但它裡面一點都不天真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 登登登登登登 忘れない エリソワ エライヒト 加了小丸子以後有五個小朋友呢 天啊 這個要很小心的撕喔 不然我的夥伴會跟我生氣的 你看 嗯 很好 而且最酷的是它的性質 就是我們追思會 有圍藤啊 那個畫作 就是我們的插畫 哦 來自於小方子的性 馬克馬力你們好 我是錄影團隊 白日夢工廠的 場長太太 小方子 我想告訴馬克馬力 我愛你們 我愛你 我愛你 對我來說呢 2020到2021是很奇妙的時刻 雖然因為疫情少了很多很多工作 但是跟一直喜歡的你們離的好近 還可以幫你們拍攝透過鏡頭很近很近的看你們 每一次我的內心都好激動 澎湃 第一次寫信我想要藉著這封信 謝謝所有濾過的水 喜歡先生剪的影片 真的很讚耶 電台的同事其中有一個看到過 真是讚不絕口 每看一次 讚歎一次 讚歎一次 他自己也有成立youtube頻道 他也就是專門分享說這個實在是太屌了 是很沉曦來問我說 這一篇的點閱應該不止不應該止步於此那一位 還說你們請他們待會花多少錢 止太止了 也謝謝馬跟馬力每一次都這麼幽默風趣 讓我們有很棒的素材 另外我想要特別感謝我先生 其實呢先生是跟我交往之後才開始接觸馬克信箱 一直以來都是我一直播一直播 他在旁邊默默的聽偶爾笑個幾聲 到現在他會叫我說 欸欸欸傳那個新的集數給我 讓我邊開車邊聽 從一開始的馬力電影院也是我問他說 欸你可以協助拍攝嗎 你可以贊助嗎 你可以收成本價就好嗎 後來還剪了馬力電影院的精華版 當成我的聖誕禮物 之後的追思惠也是為了剪出好看的影片 他自己做了很多功課 還叫我說欸欸你傳那個他們經典的錄音檔給我聽聽看 謝謝先生對於我喜歡的事情也這麼的投入 能夠有一個這樣愛屋疾屋的另外一半 我很開心 嗯 再來我還要謝謝天天露皮還有點友們邀請我一起出去玩 從以前到現在呢我都是蠻奇怪的人 從來沒有一大群的朋友 所以其實感覺很奇妙 雖然有一些恐懼 可是這個經驗呢我覺得很特別 謝謝馬克信箱陪伴我走過人生 努力往我自己喜歡的樣子邁進 最後想宣傳一下 如果有任何影片拍攝需求 你可以搜尋白日夢工廠 嗯 重點友們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風格 只要報上我是點友 影片有優惠喔 喔喔 欸他那個婚禮啊 商業紀錄啊什麼都可以 你想要你的婚禮像一部電影一樣嗎 你本人就是黑寡婦 我不得了 我是覺得啦齁 呃出來做生意 嗯 成本啊或是價錢啊 你還是要抓一下 就是每次請他們幫忙 是因為他們的值非常非常的好 嗯 但是我並不想要只用這麼少的錢 就是我其實沒有想要花這麼少的錢 我覺得你們值得更多 所以就是不用再幫我打 打到骨折的骨折價了 然後之後有點友找你們 你們也應該要維持住自己的利潤 不要讓自己忙壞了 我覺得 該賺的錢是 那個是必須要賺的 不要用成本價去接東西 那個太傷了 另外我有個小小的插畫設計 跟分享我被求婚到準備婚禮故事的IG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追蹤這個IG喔 叫做The底線LittleThings 後面有三個S 或是你直接打微小事物就可以看到了 非常謝謝你的來信 嗨馬克瑪莉你們好 我的字很醜 所以我練了幾個月的字 哇賽 我才敢寫信給你們 我要說一個關於我的感情故事跟煩惱 今年36歲 從18歲到今天交了14個女朋友 18年交了14個 嗯哼 我不帥不有錢也不聰明 可是追女孩子特別用心跟努力 大約28歲開始很想結婚 可是往往喜歡一個女孩子後 追求交往分手 再追下一個 好像變成了一個公式跟循環 不知道是不是心裡生病了 沒有辦法讓感情延續 最後傷心不捨又艱難的提出分手 記得在30歲左右 出現了一位我非常愛的女生 我們在台北聯誼認識 我是台北人她是台中人 認識後的第一個星期五 下了班我就開車前往台中 那是一個微涼的夜晚 她穿得很美 我們吃了晚餐 一邊散步一邊談天說笑 最後分開得依依不捨 我找了間旅館住下 她隨姐姐回家 隔天一早我就開車去她家附近接她 我們要去和歡山玩 路途很遠 一路上我盯著她的手 想牽 又有些害怕 最後我鼓起勇氣牽起她的手 往唇邊一吻 這一吻 開啟了數年 我們美好又痛苦的回憶 我每周搭高鐵或開車到台中找她 她是個遲到大王 往往我到了台中之後 一兩個小時 她才會帶著歉意出現 但我很愛她 我就說沒關係啦 久了以後也會因為這個事 吵過幾次 有一天我做一個決定 我跟她說齁 我們一起出國旅行一年 回來就結婚吧 可是她沒有辦法放下工作 最後變成我一個人 踏上為期半年的旅途 旅行中的每一天我對她心心念念 只要我網路絕對不會忘記打給她 甚至因為她等得太痛苦 我中斷旅程一個月 從奧地利飛回台灣陪她 哇賽 再飛回去繼續我的旅行 一日日走過一座座城市 一個國家 終於到了冰島 再過一個月就要回國囉 我依然愛著她 卻在一天晚上 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提了分手 她說等不下去了 我心裡難受極了 後來我回到了美麗的故鄉 卻每天少了對周末的盼望 一年過去我換了幾個女朋友 可是找不回當時的悸動了 有一個晚上我接到她的來電 她說她想來台北 有話跟我說 我跟她說我現在有女友不方便 她說她想附和 求我見她一面 求求你跟我見一面好嗎 我對當時的女友老實說了這件事情 並在當時女友的答應之下 我跟前女友相約華山 到了華山我們找了安靜的Bar坐下 她喝調酒我喝咖啡 雖然一陣子沒見不太生疏 時間越來越晚我跟她說 我該回去了 她要回台中 我要回當時女友的住處 臨走時她拉著我的手 希望能夠復和 我心中充滿不捨拒絕了 拉扯了一陣子之後 我狠心 不是我覺得復和了畫面 然後真的有肉體的 拉拉扯扯很妙 就是拉來拉去 可能要拉 然後又有點水不行 求求你 怎麼在一起 拜託 拜託 這很有可能上演全五行 是嗎 如果有一方真的 然後真的是 因為他們最近有肢鐵拉拉扯 然後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復和不行嗎 我剛剛幻想是一些蠻可怕的畫面 不是啊 通常就是拉拉拉 因為碰到肉 然後就是那個化學巷又起來 然後就開始融穩 基本上應該是走這個路線 我走錯了 黑暗的人會想到黑暗的結局 我狠心轉頭就走 可是又擔心他的安危 我就遠遠的偷看他一個女孩子 落寞的坐在公園的長凳上 我難過得要哭了 時間繼續推移又過了一年 一個四月我聽他說他要去蘭嶼 我跟他說欸我剛好離職欸 我也單身欸 希望可以在蘭嶼會合 這一次我鐵了心 我要在蘭嶼追回他 你們到底是怎樣啦 可是他很猶豫 他就訂了一間Hustle 避免兩人獨處 但我不管 我在別人面前我欠他的手 我跟他一同出遊 一同吃飯 晚上睡覺時 偷偷爬進他的床位 吻他 跟他做愛 就這樣 我們又在一起了 又開始每周往返台中的日子 本來希望一切都好 有一天他說他決定離職 要搬來台北跟我同住 我也思考 嗯是不是該結婚了 可是我左思右想 想這幾年來 想著未來 這次換我怕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心中無法認定他 我不敢承擔他 放下一切來台北 過幾天我傳了一封簡訊給他 內容是對不起我們分手吧 我想也許是不夠愛 星期五 我用他的行李箱 裝滿他放在我家的衣物用品 然後再去台中 他不願意見我 我將行李箱放在他的門口 心中感到非常惆悵 難過悔恨 開車回家的路上 多年來的回憶涌向心頭 眼淚流個不停 因為我知道 從此我們的人生不會再有交集 打開馬克性箱一邊哭一邊笑 一邊聽別人的故事 想著自己的這些年 馬克馬力 你們說 我是不是生病了 也沒有生病嘛 我的人生有許多美好的事物 身旁則有愛我的人 為什麼我總想要的更多呢 看著父母一日日老去 我也想讓他們體驗子女結婚 含一弄孫的天倫之樂 為什麼這麼難呢 出國時我總帶兩個錢包 一個主要防止被搶 被偷時不至於損失太多 隨性就付上了美金十元 他們在我的備用錢包中 陪我遊歷了五十多個國家 至今平安健在 希望你們也跟這十美元一樣 一切平安順利 開車時總會聽你們的C 也沒有什麼喪失愛人的能力啊 也沒有那種靠肉體想要遺忘真實的自己啊 我覺得還沒有到生病那個地步吧 但是從一開始就已經很明顯啦 你是一個非常愛自己的人 然後你不太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你也不知道你在追求什麼 就像你遇到了一個對象 你會說我們一起出國吧 我們一起出國晚一年 然後回來就要結婚喔 對對然後對方不願意的話 你還是要去 其實你是把自己的順位放得比較前面啦 就像你的最後一段講的啊 就是你說為什麼你總想要的更多 那如果你是不管怎麼樣 都一直想要更多的這種個性的人 在事業上我覺得是蠻棒的 因為你會一直去追尋某個目標 你可能會非常的成功 可是在家庭跟感情上的話 這就是人生的trade off啦 你勢必會失去某些東西 除非你找到一個可以默默支持你 然後讓你去去爭戰 去一直要的更多 然後他會因為你的開疆癖土 而更仰慕你 然後把你後面照顧好好的 你需要是這樣的人 把你的成就 有視為自己的滿足感 對對對 但如果你遇到另外一個 也是想要更多 或是也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或是有一些比較任性 或是公主類型的人 那肯定你們是在一起不會有好結果的啦 剛剛說到那個收行李 讓我想到 昨天我看無法抗拒他某一集 有一段對話真的是太精彩了 對啊 反正呢就是 宋江跟女主角他們就是 反正女主角就覺得說 這渣男我要離開他嘛 所以我不要跟他聯絡 然後你也不要來我家 但是渣男在他家 所以他們就是曾經大戰過 就是相處很久時間 所以理所當然在他家 就是有一些東西放在他家 那後來他們又因緣機會 碰上了 但碰上之後呢 男主角又不傳訊息給他了 所以他覺得說 你看每一次好像你一副這樣 可是隔天你也沒有傳訊息給我 所以他猶豫傳訊息給宋江 再打了文字說 你的東西還要嗎 不要的話我要丟掉了 就在那邊思考思考 但是最後沒有傳出去 結果後來等到過一天 他們真的碰到面了 他就是在一個比較輕鬆 好像畫家常的氛圍這樣說 喔對了 你放在我家那些東西 還要嗎 還要嗎 你知道宋江怎麼回嗎 怎樣 他先露出一個笑容說 喔 都還在喔 我覺得這句話真是回得知 賤 羞辱人到極點的健培 四兩波千斤 我都知道你要做什麼 然後還會說 喔你都 就是 我真的糗 我如果是女主角 我真的馬上從小道大樓跳下去 開玩笑的不能跳不能跳 可是我一直說 我 我很難形容那個感覺 就是 被甩了好多好多的巴掌 被看透透了 被看透 然後玩弄 然後女主角就說 就是 就只能說 喔那我要丟囉 嗯 她就說不用丟了 改天我去拿 嗯 就是很煩 玩弄在手掌中啊 氣氣氣氣氣 沒了